好,我们来看这篇克罗子 You are my beloved smartphone 你是我挚爱的手机 But I need to say goodbye to you 但是我得跟你说再见了 这文章刚开始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夸张 可是后来想想也不 在几年前我们有一个会考玩的一个宜兰的小男孩 他自杀 原因就是因为暑假的时候 他爸爸妈妈不让他玩手机 然后把他手机拿走 他自杀 那我们台湾有这样 大陆更多了呢 大陆超多这样的孩子 那这个人是有自觉性的 他说我知道你是我最爱的手机 但是我得现在跟你说再见了 With you around 因为有你在我身边 With you around 同学注意一下 这with是介细词 这个you是一个授词不是主词 那around就是一个授词补语 有你在我身边 I'm never bored 说实在我从来不会感觉到厌烦 因为什么 太好玩了 手机我觉得很棒的功能 他上面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有 有那个有YouTube 他可以看到很多你想看的东西 演讲啦 美术展啦 当然有八卦啦 时事都可以 他说有你在身边 我是绝对不会感到厌烦 And we have had some great times together 他这里用了现在完成式 这个位是指手机跟我 手机跟我 我们两个有过一段 很棒很棒的时光 我们一起 好 You inspire me 你手机鼓励了我 inspire叫鼓励 或是给予灵感 你鼓励我 要我去干嘛 Others 好我们这里要学四个片语 首先A Break up with 就是跟寿司分手 跟寿司分手 懂吗 所以Tom跟玛丽分手了 Tom broke up with Mary Tom broke up with Mary A和B分手 那Be Depend On 这叫做依赖 依赖有很多个片语啊 你看 你可以讲Count On 你可以讲Rely On Rely On 而且他们通通都是不急 我都要有一个On 那Count On呢 这个大家都会 尤其有一个人叫Bruno Mars 什么火星人 他唱一首歌叫 You can count on me And什么 And count one through three I'll be there 我每次讲这个学生 就开始大唱 所以大家都会唱啊 我真希望每篇课文 都找一个明星 唱出来就好 那我都不用教了 大家都会 Count On Depend On Rely On 叫依赖 好吗 再来看C Connect with 就是与谁做联系或联结 与谁联系 或是联结 联系或是联结 用这个结 与谁有关联联系 那Work out 就是要解决的意思 要想办法解决什么事 所以这里是不是 你鼓励我要去 跟别人做什么 做联系嘛 所以答案选C 你看啊 本来以前打电话很贵 你还想说 太贵了 我不想打 现在Line 像现在Instagram 像Messenger 你只要有网路 你打电话都不用钱 再来开始看 你鼓励我要跟别人多联系 And to communicate better 而且要跟别人做更好的沟通 Communicate better 更好的沟通 You've introduced me to so much 那你也介绍我认识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看比如说郭老师说 手机给我最大的方便 就是我可以再信 这个手机用手机去传送一些讯息啊 资料给补习班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可以看到Google里面的所有东西 这是我最喜欢的Google 那我请学生讲写过一篇文章给我 就是你觉得手机上的APP哪一个是最好用 我学生写给我的答案 超多那个APP我都没有看过了 什么有编辑摄影的东西啦 写文学作品的 所以我说每一个人喜爱的东西 不同会引导你去开发探索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各位同意一定要多交一些朋友 他们每一个人都分享你一点东西 你就一下子瞬间得到好多东西了 好 ok 所以不要只专注在手机上 也要多交一些实体上的朋友 你看手机你介绍我认识了好多好多东西 However 然而 I have changed a lot Since you came into my life 记住我们这一课一定会学的一个东西叫做 现在完成式 我们用since所引导的子句 它要写过去式 而另外一句就是要用现在完成式 这句话一直在我们第一课中反复的出现 所以虽然不考我还是再强调一次 然而自从你进入到我的生命里头 我已经变了很多 那看是变好还是变坏 我们来学一下念词 Since you came into my life 跟老师学一次 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中 Thank you for coming into my life Thank you for coming into my life 谢谢你到了我的生命中 好我们接下去看下面 接下来 When I wake up 看看自从我认识你之后 我改变了多少 你要知道每天早上当我起床的时候 When I wake up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干嘛 Go through 还是 aim for 还是 come up with 还是 let out my friends updates on Facebook and Instagram together 好 当我起床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就是会去看脸书 或是IG上面的朋友的一个所谓的更新 update就是更新的意思 那together就是我会同时看Facebook 我也会同时看IG 我知道现在同学都比较少在用Facebook 都是IG是大宗啦 但是这里意思是什么 应该就是表示去看对不对 好A go through的意思 本来适当经历 这里的意思就是表示我会去看完的意思 我会去看完我会去看完所有其他朋友的动态更新 B这个字am for am本来是目标 这边就是有瞄准 瞄准 或是你致力于 你的目标在于什么事情 你致力于 and for 好 再来看 see come up with 叫提出 想出 我照个句 你可不可以想想办法 can you come up with a good idea please can you come up with a good idea 你可不可以提出一个好方法 再来 do let out let out有很多的意思 首先一 比如说让什么东西流出来啊 让什么东西流出 流出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sink 可就是你这个洗碗槽啊很脏 你就要let the water out 你要让那个水脏水排出来 对不对 那let out它还有当泄漏 泄漏 不小心把那个 这个确诊人数泄漏 或是不小心把这个谁当官的 这个升官的这个事情就泄漏出来了 所以这四个都是要学的片语 但是放进去 你应该知道答案就是我会去看 所以答案选a so when i wake up i go through my friend's updates on facebook and instagram together 好接下来呢 他说然后呢 i check my line app again and again 然后我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一直看我的line的这个app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亚洲人 最常用的这个 所谓的通讯的软体 还是line 那如果今天是大陆那边 他们就喜欢用wechat 那如果像欧洲非洲 他们就喜欢用whatsapp whatsapp 所以我跟讲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好来 他说 怎么怎么样 i check my line 然后to begin with 叫首先 不会用首先啊 因为首先你是先看 facebook跟instagram 然后应该是要讲 接下来或怎么样 all of a sudden 就等于一个字叫suddenly s-u-d-d-e-n-l-y suddenly all of a sudden 叫做突然 suddenly 突然 it begin to rain 我开始下雨了 at last 这个字叫做 最终 终于 at last 最终 终于 in addition 叫做 此外 所以这里要写说 我除了看facebook跟instagram 此外 我还会一直去检查 我的line app 有没有人给我讯息 even when it doesn't show any new messages 即使那个时候 没有显示出任何新的讯息 怎么样 i still refresh the screen 我仍然会刷新那个萤幕 refresh the screen 就是表示重新更新萤幕 想要点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还是会刷新我的萤幕 只是 怎么怎么样 i missed something 好 只是 看 no matter what 叫做无论什么东西 no matter what 叫无论什么东西 好 不论你说了什么事情 no matter what you say i don't believe it 我都不相信 再来 in case 叫做 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 或是加入 所以这边答案要选他吗 以防我错过了 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以防我错过了什么东西 再看C even though叫做 即使 我要特别把这个讲一下 我们如果even though 是叫做即使 好 这叫even though 跟even if 这两个连接词 都叫即使 但是even if 是接一个 还未发生的事情 就是未来的事情 未来的事情 什么意思 你现在是高一嘛 我就说 哎呀你现在高中了 你爸妈对你的管理 一定比较松散 你说哪有 即使我考上了大学 我爸妈一样也会给我 一个晚上回来 11点以前的规定 我说真的 人家那么严格啊 说是啊 我哥哥也是这样 所以即使我上了大学 even if I go to the college 你上了没有 还没有 所以even if 要接的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even though 是即使既存的 既存的 已经存在的事实 比如说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老师已经 我不是故意调染 变成白色 我是自然的白色 也就是说我的年纪 在所有的不教界老师里头 算是 不要讲比较大 相当大 我也不会介意 因为郭老师已经 教了38年的书 好 即使郭老师年纪很大 可是我觉得他还是一样 有经验有活力 所以even though she is old she is still energetic 你看我讲 即使他很老 这就是既存的事实 你就不要写even if 会用了没 even if even though 都是翻成即使 但是even if 是讲即使以后怎么样 even though是即使 现在的事实 OK 好 那我们再看回到我们的 题目里头去 好 他说 这边even though 即使已成的事实 再来看 就for sure叫做确定 但他不是连接词 这上面基本上连接词 连接词 连接词 但是for sure就是确定 他并不是连接词 只有他不是连接词 好 确定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放进去 好 只是怎么怎么样 好 只是以防万一 我错过了什么东西 所以答案选的是b 因为讲解久了 有点断掉 我们重新来看一下题目 从这里 even when it doesn't show any new messages I still refresh the screen just in case I miss something 好 我们再看第五题 all this might 所有我刚做的这些行为 什么行为 就从前面到后面 起床之后先检查 Facebook跟Instagram 然后又看我的line 一直要重复的更新 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失去 有没有看到 all this 所有的这些东西 也许都怎么怎么样 romantic 来romantic 这个字很浪漫的 是一个什么词 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看一下 这里又在考什么 考五启动词 看起来 闻起来 听起来 尝起来 感觉起来 五启动词 就像这样子 它后面应该是要接 形容词来当 来当主词补语 但是如果 五启动词 后面有加上一个like 这个like是介细词 叫像 后面就加名词 那你今天题目 老师一定帮你挑出来 romantic 浪漫的 你看看 一开始他就讲说 我挚爱的手机 我把它当成我的爱人 我天天都要看你 我天天都想摸你 我一天到晚都只想 专注在你身上 听起来我们两个关系 好浪漫 意思是这样 听起来 所有的这些种种行为 也许听起来好浪漫 所以看A 绝对不能出现like 因为like后面要接什么词 名词 我题目是写形容词 所以不能够选A B有可能先暂时hold住 C也有可能 诸不可能 因为多一个like 所以我们看B跟C 你觉得所有的我种种 摸这个手机 看这个手机的行为 也许会感觉很浪漫 还是听起来很浪漫 听起来嘛 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行为 也许你会觉得听起来很浪漫 所以答案选的是C 我们再念一次 All this might sound romantic But I cannot focus on my studies 但是我是一个高中生啊 我不能够专注在我的学业啊 就是因为手机 占我太多时间 And my grades are getting worse 我的成绩越来越糟 Get worse 我们用GET Get这个动词 接比较急 可以表示越来越 我的成绩越来越糟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 I spent last time 好 我花了越来越少的时间 要提醒你 这个文法其实是从国中上来的 人 因为spend花费的主词 一定要写人 人不管是花钱还是花时间 不管是花钱还是花时间 都是可以的 但他后面的动作 一定规定要写的是ing 所以你看这四个选项 他答案一定是要选A嘛 我花了越来越少的时间 在get alone with 好 邦老师把这三个字划线 因为这里的动词 get alone with 叫跟谁相处 get alone with 叫跟谁相处 我现在花越来越少的时间 跟我的家人 以及我的朋友们相处 我没有花心思在他们身上 I pay so much attention to you 因为我每天都只关机 不是关机 关心我的手机 讲太快 关心我的手机 我就每天这么注意我的手机 那我们看一下 pay attention to pay attention to 叫做注意的意思 那我是这么的注意你 注意我的手机 那以至于我几乎 ignore them 我就忽略了我的family跟friends 好 这里有一个也是 从国中学到现在的结构 叫如此以至于 同学把so再加上这个that 跳出来 so that叫如此 以至于 以至于so that叫如此以至于 我是如此的注意你 我如此注意这只手机 以及它里面所有东西 以至于我几乎都忽略了我的家人跟朋友 再往后面 I am afraid that 我们刚才有说过 be afraid that 这句 我很害怕 我的朋友 are going to stop inviting me out 他们可能不在 好 stop这个字 如果是加ing 就是表示这个动作 一直做 所以我们就停下来 一直做的动作 表示不在 我很怕 因为我很少 跟我的朋友联络了 所以我很怕 我的朋友们将要不再 约我出去了 因为他们每次 可能要出去玩的时候 想说 哎 郭小慧 算了吧 每次找他 他都说他有事 可能又在玩手机了 算了 反正他一定不会来的了 算了 不要打电话给他了 所以他们就不约我了 我真的很怕 我的朋友们将会 不再约我出去 And my parents are angry and disappointed with me 而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成绩变糟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很生气 而且也对我 感到很失望 I know it's time for me to leave you 所以我知道 现在该是我 离开你的时候了 OK So that 如此以至于 那这个that 后面呢 它要接的是什么结构 它要接的一定就是 有主词 有动词的 这种所谓的子句结构 因此我们看一下 选项 是不是就要填的是 猪 So that 如此 以至于 以至于怎么样 以至于我几乎 ignore them 我就忽略了谁 我忽略了我的家人 跟我的朋友 I am afraid that 我真的很害怕 be afraid that 子句 我很害怕 我的朋友 他们将要 stop inviting me out 好 同学注意 stop这个字 加ing 就是表示你这个动作 有做 然后现在请你停止 你在做的这个动作 所以你中文要翻成 不再 我真的很害怕 我的朋友 他们将会不再 邀请我出去 为什么 你也知道 每一次你打电话 给一个人 他如果都拒绝你 大概三次以上 你也不会再想打给他 反正打去给的 他的结果一定是我 我不想去 我不想出去 那每次都接到闭门 跟你 持久 持早之后 就会不想去约这个人 那我通常都不出去 因为我都跟我的手机谈恋爱 所以我怕我的朋友 将要不再邀请我出去 而我的父母 他们因为我的成绩 越来越差 就会很生气 而且对我也很感到失望 这是我最害怕的情况 所以I know 我知道 It's time for me to leave you 该是我下定决心 要管理手机使用时间 该是我离开你的时候了 好 那我们这段文章呢 我们从头到尾 再把它捏一次好吗 开始 You are my beloved smartphone But I need to say goodbye to you With you around I am never bored And we have had some great times together You inspire me to connect with others And to communicate better You have introduced me To so much However I have changed a lot Since you came into my life When I wake up I go through my friends updates On Facebook and Instagram together In addition to what I check my light up Again and again Even when it doesn't show Any new messages I still refresh the screen Just in case I miss something Oh there's my 所有的这些 My sound 也许会听才 Hen romantic But I cannot focus on my studies And my grades are getting worse I spend last time Getting along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I pay so much attention to you That I almost ignore them I am afraid that my friends Are going to stop inviting me out And my parents are angry And disappointed with me I know it's time for me To live you I know it's time for you